我觉得大家参与一些体育运动都是非常好 但是年龄是不饶人的 你看我现在是在打专业 其实我是很业余的一个 因为乒乓球不是我的最主要的生活 我是其中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锻炼体育的同时 就是说保持健康,搞运动的同时 也注意要有准备活动 最后要有放松运动 稍微的全身运动 最好有专人的指导 很多时候我都忘记了自己的年龄 也挺好的,也挺充实的 这个完了以后 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比赛 就是去澳门的一个WTT的一个冠军赛 这是世界前32名才有入场券 所以它是一个奖金赛 然后还是一个排名积分很高的一个比赛 所以一般选手都不太愿意去放弃这个比赛 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然后我很幸运的是我先生一直陪伴在左右 孩子也长大了 正好有一个空档的时间 所以我也挺享受的